喂 好 大家早安 那 今天這個是我們wikidia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來大松了 那今天我們終於又回來到這裡 那歡迎來到危機數據 那剛剛大家都有提到說政府不給資料 或是大家拿不到資料 但是我們想要這邊講的是 當你今天有資料之後 查不查得到是一個重點 那我們wikidia的出現 就是要來幫大家讓資料可以被查得到 好 那其實從社群第一次參加GTV到現在 wikidia的資料從5500萬筆變成9300萬筆 社群累積有200以上人次的編輯參與者 合力創造了2萬條以上的條目 產生了30萬次的條目閱覽 這個都要感謝在座的大家 那wikidia是一個真正的任何人都可以寫 任何人都可以用的知識庫 維基百科分享出去還要CCBYSA4.0 wikidia直接給你CC0出去 也就表示說你要做任何的事情 要給他這樣用那樣用 躺著用趴著用都可以都好用 那在Q16078371 就可以找到GTV010政府 使用結構化資料取代散溫室記載 對GTV更加的友善 那同時他也是一個全球的跨語言專案 那以中華民國這個條目來看 他已經有100種以上的語言翻譯 那以中華民國的語言來看 我們現在除了可以收中文台語跟客語以外 包含有阿梅語、泰雅語 然後賽德克語還有沙奇萊雅語 賽夏語我們都可以收 那這邊也可以跟大家預告一件事 呃...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又會有兩個南島語族的 那個維基百科會上線 大家可以盡情期待 那他也可以橫向記載同一個項目 在不同資料庫被儲存的位置 所以我們常說他是一個資料庫的資料庫 那對於關注度的要求比較寬鬆 所以可以協助記錄關注度不足以收入 維基百科的資料 那我在建立這個基礎資訊的部分 有很大的幫助 那你想要也可以直接打包袋走 也可以用Sparkle查詢特定資料 但是在這麼多人的努力下 我們台灣相關各領域 各專門領域的資料覆蓋率還不足 以我們最近專注執行的水文專題來講 覆蓋率可能不到三成 所以今天我在找什麼人呢? 第一個如果你有自己想關注的議題 想要記錄下來的人 然後覺得你的專案跟Wikidea可能搭得起來的人 想要跟我們一起整理資料的人 單純想要學著寫寫看的人 第一次入門GTV 然後想要試試看新東西的朋友 都可以來找我們 然後這是我們的FB 那我們的Slack上面也有頻道 那我們的頻道是寄Wikidata台灣 就可以找到我們 那我們今天主要會做的工作 是整理台灣的水文資料 因為今天水寶局有來 然後我們也會做台灣政治人物的資料會點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謝謝 好帥 這是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